张总会长 我大概在去年的三月到四月 我们在京大有一个会议厅 也是由我当司宇 我们好像有两天到三天 那天邀请了很多厦门 泉州 漳州 还有广东 我记得还有浙江 好像还有山东 那那几天的会议里面 我们有碰到张金玉 这个以前的陆文会前主委 他语重心长的在这个会议里面跟我们说 金门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 永远没有人把你当一回事 这句话我一直留在我心中印象 为什么他们已经退休的长官 还有我们已经退休的县长 还有我们现在这么多 愿意以这个共同的这个意识 去参加这个我们这个会员 我也是很推崇 虽然说现在座很困难 但是你没座是因缓没法 我不希望金门 因为我也是两岸三地自住床 也是床很久 床大概一二十年有 其实金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 那国家公园 上一次那个陈玉珍委员 有邀请我们内政部长徐国勇过来 然后他有跟我们一起民意代表开会 那边李议员好像也助理也有去 他说你们现场民意代表任何的那个问题 请你举手 我陈子瑜第一个举手 我说 我说部长我在这里代替很多金门人 跟你们诉求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我虽然在这里住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但是国家公园一定要赶出金门 哇没想到全部人给我一席的掌声 很多人还不知道我叫陈子瑜 但是他记住我 你陈子瑜 你是议员吗 我说不是 他说你很有权力 但是我们会努力 因为这个国家公园 真的是限制了很多的框架 在我们的金门的这个战略的地方 金门不能永远停留 是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期待我们各位 在我们的优秀的前县长 还有我们的县议委员 还有我们的总会长 还有我们的很多资深的长官 跟我们一起的会员 一起共同为我们这个海峡两岸 共事协会成立经济自贸特区 去做努力好不好 因为我是施营 不是施营是施营的